上世紀50年代新中國的石油資源極其缺乏 1956年國家作出石油戰略冬移的決策 在華北平原方圓4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展開石油嵌探工作 經過大約5年的時間 石油工人在1961年4月中在山東東營村附近的華八井 第一次發現工業油流 中國人民共和國的華北地區多大廣貌的地區 從盤國開天平地就沒建過石油 這不是第一塊石油出來了 就是最多的石油 八斗地面 1965年初 陀十一井可以日產原油1134噸 成為中國第一口千噸井 徹底改寫了華北武郵輪 石油工業部副部長張文斌 在竹節大會上說 為了紀念位於勝利村的駝十一井有勘探重大成果 將油田改名為勝利油田 到了1978年勝利油田成為中國僅次於大慶的第二大油田 勝利油田穩藏全球三分二以上的油床類型 構造複雜、斷層密布 嵌探開發有極大的難度 而近年科研人員已經研發出多項嵌探開發新技術 大幅提高了採收率 60年來勝利油田發現80億個油棄田 累計生產原油超過12億噸 大約佔同期全國陸上原油總產量五分之一 勝利油田是中國重要石油工業基地 去年生產原油超過2340萬噸